你见过如此暖心的门卫大叔吗 随着时间慢慢地流逝 小女孩也一天天地长大 大叔无微不至地照顾着母女俩 妈妈上班时 小女孩总会独自在大叔这玩耍 大叔还会带她去历史博物馆玩得很开心 这让这位单亲妈妈感到很是踏实 这天女孩怀着忐忑的心情告诉大叔 因为公司升迁她不得已要搬去洛杉矶发展 她一直强调自己非常不舍得离开这里 但大叔一眼就看穿她其实很喜欢那份工作 虽然大叔表面上坦然地为她高兴 但随后便拿上帽子走出了门 被过身独自站在风中 似乎不想让女孩看到自己低落的神情 看到这一幕 女孩心领神会地走进了电梯 她明白 此刻如果再多交流一举 两人可能都会绷不住眼泪 转眼间五年过去了 女孩带着她的现任回到了这里 在车上女孩千叮咛万主婦 让男友一定要注意自己的形象 毕竟大叔的眼里可是藏着一把狙击枪 下车后男友怀着忐忑的心情和大叔打招呼 一阵尴尬的对视后 女孩才想起要互相介绍一下对方 女孩很是感动 但又很庆幸 因为不是人人都能遇到如此暖心的大叔 女孩和大叔这种在生活中相辅相成的情感 十分难得 但又比爱情更加的珍贵